江西慈濟志工首度举办冬令发放 南昌遇上了入冬来最寒冷的天气 志工提前一天抵达发放场地前置 也让各项物资就临位 还有两个 加油加油 我的工厂离我们的发放地点很近 当然我的工厂也没地方放 刚好为了这次活动 我让我们工厂提前放假 我公司的这些同事 也希望做点微薄之力 他们利用休息时间 也过来参与这个活动 发放当天不止温度低 湿度更高 大雪纷飞 环卫工人一约前来 走在志工为他们铺设的红地毯上 这一天他们是主角 除了医护团队关心健康 还有暖暖的过冬日子 在这样冷的天气下 他们平时无论是天寒地冻 还是刮风下雨 都是风雨无阻的 去为群世保洁 所以今天这个发放 那我更加觉得他们是可爱的 是感谢我们感恩的 高兴高兴很高兴很感谢 感谢很感谢很感谢 谢谢你啊 两条领取的动线下 七百多位环卫工人 收下了志工送来的新年礼物 临别前也不忘回赠他们的祝福 笑容满面 环卫工人踏上归途 喜迎满满祝福的新年 大新闻这是美之工 江西报道